法國和德國承諾對歐洲債務危機作出全球性、持續和快速的應對 法國總統薩科齊和德國總理默克爾 星期日在柏林舉行了緊急會談 討論如何防止這次債務危機繼續侵蝕歐洲銀行業 兩位領導人拒絕透露他們計劃的任何細節 默克爾說計劃仍然在敲定之中 但薩科齊表示這些計劃包括重組銀行 他們說法國下個月將舉辦來自20個工業化和發展中經濟體的領導人峰會 屆時該計劃張到位 另外在星期日法國、比利時和盧森堡的官員 達成一項挽救達亞銀行避免倒閉的協議 有關細節還未公佈 比利時媒體說計劃涉及將該銀行分拆出售健康的部分 並且將其不良的資產放到由政府支持的所謂外賬銀行當中 巴黎克爾